大家好,恆子大家都知道 自從美國大選之後 雖然有很多聲音走出來 這個又說不認數,那個又說我要做總統 但是美股夾得很高,夾得很厲害 連帶著恆子也破了幾個大位 248,252,255,這些都衝光了 直指上前7月的高位,26800點 氣氛是很旺盛的 但今天情況有點逆轉 因為那些ATM的新經濟股跌得比較急 但是那些舊經濟股是落著的 所以很明顯看到資金開始由新經濟 大規模換買舊經濟 我相信會頂到恆子的 所以暫時來看,我覺得恆子的高追的風險一定有 但是不可以完全排除26800點這個位的可能性 其實市場就很難估計了 5050的上落的機會 但是上面的空間就看26800點 下面就要緊守25800點這個支持位 如果下面25800點一失手的話 隨時跟你劍指25200 所以上落會很快的,投資者就要非常小心了 現在的部署來說 舊經濟股開始有些錢到的 但是股價未必會走得很快 因為始終舊經濟股跡太久了 你很難期望它的股價會連續爆升那一隻 另一個策略就是說 等一些的新經濟股回落之後 才收回一些便宜貨 因為接下來都會有雙十一 騰訊出業職 美團會不會入籃籌股 其實都有些消息打底的 所以如果你說玩開ATMX的投資者 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等一些更漂亮的位置 再部署過 可是你仍然會把事都搞得很可憐 不會再不再也好 所以不能再去做 就這樣